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仆人马丁路德 一生就是为了要高举神的真理 持守神的真理 为真理甚至愿意牺牲一切 第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 他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我们一同来仰望主 哈雷路亚 天父我们赞美你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 天父里何等的爱我们 甚至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着你被挂在木头上 轻声淡淡了我们的嘴 主啊真的要我们看到我们的嘴 如同法老一般的多 但是你的拣选 你的灵敏 让我们不自向法老般灭亡 却成为你所拣选的子民 主啊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主啊要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求真理的圣灵 引导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明白你救赎的真理 救赎的大爱 我们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上礼拜提到 马丁路德 他能够改教成功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真的看到神安排各样天时地利 甚至人的因素人和 真的是时候满足了 其实整个中世纪一千年的黑暗时期 多多少少都有神的子民 神的仆人 看到天主教的错误 想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都有这样一个改教的夫生 改教的意愿 但是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 唯独马丁路德 一个书生 一个教授 其实书生是最不能够去改变 或推动什么运动的 但神却用了马丁路德 究竟是什么的背景跟原因 我们上礼拜提到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 我们上礼拜只讲的一个事情 文艺复兴 relaissance 在文艺复兴 整个的重要的思想是什么 我们一段来说 说ad fontes 就是back 在文学 哲学 回到源头的话 就回到 这个 柏拉图 阿里斯多德 回到文学家 是 Saro 这些丰富的文学 哲学的源头 他们的著作 思想 应用在宗教层面 这回到什么 回到圣经 回到圣经的源头 圣经怎么说 旧教的信仰 圣经里面 怎么样 去说明 回到源头 这是 很重要的 一个思想运动 推动了 改教 restoration 把基督教 回到圣经的 这样一个信仰 这是第一个 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 重要的背景 特别 我们刚刚好 这个学习 讲灵修神学二 我们发现 在 15世纪初 甚至14世纪 开始有一个 重要的运动 还没到 启蒙又到时期 叫密气派的运动 mysticism 越来越蓬勃 特别 我们在灵修神学二 提到一位 神的仆人 Thomas Kempis 多玛斯 他所写的 效法基督 他是属于 15世纪初 他在1380年生 到1471年 在马丁路的改教之前 他是德国的一个密气派 密气派的特点是什么 注重什么 灵修 但是他是怎么灵修的 个人 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他们的最重的 Message You can come directly to your own God 不是透过 教会的 这些的神父 教会的 神父的告诫 忏悔礼 礼仪 不是 接着外面的东西 来寻求谁 密气派 Mistics 一个最中心的 一个思想 就是什么 You can come directly to God 你会用你的心灵 直接地来到神的面前 经历神 遇见神 得到神的话语 得到神的启示 这个的预备 把天主教的 这套的礼仪 可以说 完全可以什么 超越 马丁路德 原来是个神父 他对密气派 有一定的经历 可以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跟思想 直接来寻求神 救恩 是你个人 直接对神的 一个认罪跟悔改 不是 要透过教会 透过外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密气派 这个的思想 对马丁路德 对改教运动 对当时天主教的错误 其实打下一个震撼弹 Mysticism 第三 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就是奥古斯丁的 安典神学 福星 Augustin 他的doctrine of grace 在 15世纪 有一个的 突破 原来中世纪 特别在 14世纪 当时天主教的 主流神学思想 是什么 叫做 Wear Moderna 就是 所谓的 一种 新的学派 新的思想学派 这种 什么叫 新的思想学派呢 基本上 是 接受了 半波拉旧 跟 这个 阿里斯多德的 Nominalism 这种的 唯明论 跟半波拉旧的 神学思想 他们一个中心的教导 Wear Moderna 的中心教导是什么 就是 你 努力的 靠你的 意志 靠你人的方法 尽你所能的 去追求神 遵行神的话 那你就能够 可以配 进入这个救恩 受洗 得救 然后你 进入了这个 救恩 受洗 你得着了神 一个完全的 能力 跟义 你继续的 用这个义 去持守 你就可以 不断的得救 这整个的 新学派的思想 是一个 人做中心的思想 是一个 人的努力 去抓住 那个救恩 所以他们当时 一个一句 很重要的话 在拉丁文叫 我们抄一下 可能在你们的讲义 也有 Fakira Quote A Z S Fakira 就是To do 这个Quote In you Your best 翻出来就是 用你里面 一切的能力 尽你所能 去做 神 就会悦纳你 你就会配 进入这个受洗 得着 这个拯救 完全是 一个 个人的努力 而这样的努力 神会悦纳 因为神 有这样一个的约 就是 会悦纳你的努力 虽然不完全 你不完全的努力 不完全的行为 但是因着神 的约 跟接纳 把你的行为 当做是 有价值的 虽然是 一个纸币 但是 神会 看为是金币 因为神的约 把这个纸币上面 写了一千块 所以他就等于 纸一千块 虽然是一张纸 那 这个是当时 天主教 新学派 Via Moderna 一个半 伯拉旧的神学思想 但是 很奇妙 一位神的仆人 叫 Grigley Ramini 看到我们讲 有没有 Ramini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Ramini 他在法国 读完他的神学 他的神学的学位 也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 成为修道士 所以 他 把奥古斯丁的 恩典论 浮信过来 甚至高举 神的预定 来反对 这个 半伯拉旧的错误 强盗人的原罪 人得救 绝对不是他 他本身有任何的能力 亮光 自由意志 可以靠自己去认识神 按照我们上两个礼拜 讲到奥古斯丁的 救恩论 恩典论 人所得救 是借的什么 神在我们里面的什么 现在神恩 Prevident Grace 神 圣灵先在我们里面 动工 感动了我们 预备了我们的心 恩告了我们的心 我们才有一个被恩告的自由意志 可以 来选择认识神 借待神 所以 Rumini 特别强调 人原罪的真实性 这个传染的败坏 我们所以得救 能够信靠神 完全是神 先在我们里面 主动的一个恩典的工作 要我们人本身 所有的善行 努力 其实像破烂的衣服一样 我们人本身 绝对没有这个 熟灵的能力 智慧 能够就近这个真光 接受这个真光 认识这个真光 我们需要 圣灵的光 先 进到我们里面 做光照的工作 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 熟灵的下子 绝对不会看见 认识这个真光 所以发现 Rumini 把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恢复了 的确 因着他的教导 对马丁路德 跟加尔文 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就是因着 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恢复了 透过 Grigley Rumini 这是第三个重要的背景 第四 神也预备了 一些改教运动的先锋 先锋 怎么翻 Foreigners 在这边有一个先锋教会 要做神的先锋 那有两个重要的改教先锋 在马丁路德之前的 第一位 John Wickler 所以为了纪念他 有这个 John Wickler的 Bible Translation Society Wickley's的圣经翻译会 全世界都有他们的双教士 在翻译圣经 就是纪念他 那这个 Wickley 他1320年 生在哪里 伦敦 英国 在英国 英国终于出来了 他是牛津大学神学的毕业生 后来也留在那边做教授 在他的教导当中 哇 你发现他所讲的东西 好像就是马丁路德所讲的 第一 他强调信仰最高的权威是什么 是圣经 不是圣教会 Bible higher than the church 不是教会的权威是最高的 更不是教王的御令 所以他非常看重圣经 所以他是翻译原文的圣经 为英文 第一位 还不是Tindu 比Tindu还要早 所以为什么 这个圣经翻译是要用他的名字 叫Victor 然后第二 他提到 教王 是谁啊 他居然那么大胆 把当时的教王 等于是什么 敌基督 因为实在天主教太黑暗了 太败坏了 第三 他已经提出了 信徒皆祭司 侍奉不是圣品阶级的专有跟专利 第四 也反对当时天主教的这个圣参的变直说 Transubstantiation 而他那时候已经提出了 是基督的熟灵同在说 那这个熟灵同在说影响了谁啊 嘉尔文 然后也反对这个对圣像 即是Icon的明白 拜玛利亚 拜彼得 包括这个朝圣 Prucumage 他觉得这些都是迷信 都是一些错误的功德 所以解释 John McCliff 在14世纪 已经打了一个的基础 所以John McCliff 有一个的绰号 叫做Morning Start of Reformation 是改教的第一个诚信 他出现了 在14世纪 要到了15世纪 另外一位改教的先锋是谁 John Hawks 生在今天的哲科 那么他也读完他的大学 做讲师 做神父 那么他 经历了个人的崇尚得救 因为他阅读了 McCliff的作品 所以眼睛打开 所以他也开始反对 天主教种种的错误 然后第一 他强调教会的孰灵性 跟普世性 教会应该是孰灵的 不应该是孰政治的 不应该去管 管君王的 管地土的 而且 这个普世真正的Catholic Church 不是那个有形的 那个的天主教的所谓 教会或是教区 来自一个普世性 看不见的 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所组成的 第二 教会的头是谁 是基督 不是教王 第三 反对 色罪卷 indulgence 跟反对 这个对 reality的明白 拜这些圣骨 找那个彼得的指甲头 在那边明白 找到 这个 保罗的一个 小脚的骨头 都是一些迷信的传说 在那边明白 明白 明白这些圣徒 明白圣骨 要第四 他鼓励神父 传讲神的话 传福音 不要只讲一些人的故事 跟遗传 所以这个 John Hux 他所特别强调的 那第五 在圣徒 在圣餐里面 应该让圣徒 如同当年 门徒 在主的晚上里面 领受 饼跟 杯 因为 当时的天主教 只能够让圣徒 领受 那个饼 不领受 杯 应该两样都可以 然后第六 他对圣餐的看法 祝福过的饼跟杯 虽然仍然是饼跟杯 但是 有基督的身体 这个就是公子说 这个就直接影响了谁 马丁路德 刚才 Vickliff 苏林说 影响了 加尔文 最后第七 设罪 不是靠设罪卷 唯有基督 的救恩 有设罪的恩典 所以发现 他这七大重点 真的是 每一点都打中 天主教的要害 当然天主教 会不会放过他 不会 所以1415年 6月6号 不是六四 是六六 他被天主教 烧死 为主寻道 但是 人虽然被烧死 他的 真理的亮光 就传出去了 你发现 马丁路德 直接受到影响 那当然 改教能够成功 我们上礼拜也提到 一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humanist 一个人文主义者 Erasmus 他 把这个 新约圣经 重新 把它编起 所以甚至 马丁路德 所参考的 新约圣经 是看他的 那他也 翻 翻译了很多 教父 原来拉丁文的作品 所以 让基督教 能够回到 这个圣经 跟教父 这个教导的源头 最后 一个 不可以忽略的原因 科技的原因 是什么 当时 Johann Gudenberg 发明了什么 印刷 印刷 printing 牵印的印刷 所以能够很快的 把 马丁路德的95条 把这些 改教的 这些思想 马丁路德的小书 很快的 大量的印刷 传到整个欧洲 所以假如没有 这个媒体 印刷书 也很难成功 所以今天我们相信 在 北非 在阿拉伯的国家 他们怎么会动起来 包括最近 古巴也开始改革 这个科技 媒体的 发展 网络的发展 就如同当年 中世纪的 印刷书 的发明一样 这个思潮 想法 就传出去了 挡不住的 所以我们相信 整个的世界 每一个的国家 都要面对 这样的一个思想的 挑战 真理的挑战 民主的挑战 挡不住的 所以 当时 马丁路德 能够成功 真的看到 神预备 这一切 真的 适合满足 少一样都不能 不能 看到神的手 在预备 所以 要我们能够 对人类的历史 更有信心 不是人在阻挡 阻挡历史 是神的手 在推动着这个历史 朝向这个 最后 这个末世 这样的一个的 光景 越来越 借尽 各样的天灾 地震 瘟疫 都要我们看到 神的手 在推动着人类的历史 走到最后 好 所以关于 这些改教的背景 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成功的原因 不是他改教的原因 要讲清楚 成功的原因 我们还没有讲到 我们上礼拜提到一些改教的原因 包括天主到腐败 设罪券等等 这个是改教的原因 成功的原因 好 还没有什么想到的 还有第二个就是在约翰五十那里 就是 心里面反对 设计券和圣谷膜拜 这个圣谷膜拜 应该有一个来源 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人 他 他为什么不拜上帝 为什么要拜圣谷 这些 圣谷合一 圣谷合一 让大量的 罗马人 就是 进入了教会 让教会什么 异教化 把很多异教 他们原来 罗马人所明白的东西 搬到天使教里面 所以 很多不应该有的东西 都是一些 paganism 异教 拜偶像的东西 带进来了 所以你就发现 特别到了 清教徒时代的改教运动 非常注重 purity of the church 教会的纯正 圣谷 那么 马丁路的改教 重点 还没有完全把教会的体制 教会各方面 完全错误的一些管理 完全purify 他只是能够focus 集中在什么 教育上的存在 特别是 救恩的这个教育 其他的东西 他其实 为了保住这一块 他有些东西compromise 他妥协了 所以 我们等一下 大家看到 他在这个 政教的关系上面 其实他妥协了 很难 保守教会的 治理的纯正 因为 王子的影响 太厉害了 好 good point 好 那我们 看我们的讲义 我们 我们特别 也要了解一下 马丁路的 本身的一些背景 他的成长的背景 他 他 他 183年 在德国 Eisleben 这样一个小城出生 他的父亲 是个农夫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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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装 铜矿 所以 所以属于一个中富的家庭 要母亲 非常的虔诚 迷信 天主教 这种的迷信 也影响了 马丁路的 的成长 从小 活在许多的宗教迷信 害怕里面 那么 又加上 他的母亲 管教 马丁路的 太严格 有一次 马丁路的 偷了 Eisa Chesner Eisa 绿子 就被他母亲 用鞭来 打到他流血 哇 这个是 辅妈妈 真正的 用鞭打他 儿子 所以说 养成 马丁路的 那种很 刚强 也举掌 挂坑 国语怎么办 举掌 举掌的个性 很强硬的个性 因为他是 好像是用铁链 铁鞭 管教出来的 一个铁孩子一样的 然后 1501年 到05年 他 完成他四年 这个 在 大学里面 文学方面的 训练 然后再 开始 要读 他的法律 那他读法律 纯粹不是他的兴趣 是他父亲 对他的 一个的安排 因为有钱呢 你需要有律师 来保护你的钱财 那么他在读 律师法律的 开始是 1505年 5月 然后 在05年的7月 他有个非常 特别的 遭遇 他遭遇到什么 生命的危险 他 在7月份 跟他的朋友 走在 旷野上面 突然间 遇到 风暴 打雷 居然 走在他 旁边的朋友 周贝雷 打下来 他朋友 打死了 讲 你是马丁路德 你会怎么样 怕的不得了 害怕 面对这个死亡 那么接近 他 暗暗的 坐在神面前 祷告 许愿 神啊 假如你能够 救我 脱离 这一次的危险 我要完全的 奉献 做修道事 这个很奇妙的 他 平安的度过 度过了 这个 风暴 马丁路德 他许愿 想得到 做得到 即使他的个性 在两个礼拜之后 他不顾 父亲的反对 家人的反对 就进了 奥古斯丁 的修道院 甚至他的父亲 要跟他脱离 父子的关系 这种的经历 就像 Francis Sisi 圣法兰西斯 父亲要 跟Francis 完全断续关系 不给他一分钱 还记得Francis 怎么样 把他 父亲所给他的一切 包括衣服 归还给他父亲 一丝不挂的 就把自己献给神 从此神 就是他真正的父 那马丁路德 也经过这样的 一个的情况 被他父亲 弃绝 他在修道院里面 学习 到两年后 1507年 他被安利 成为神父 Priest 在他的传记里面 描写 他第一次 能够 以神父的身份 阻领这个弥撒 他当然很激动 但是 他发现 他内心 没有平安 虽然他能够阻领 喝基督的杯 跟血 也同领基督的身体 他发现 在这个弥撒当中 没有带给他真正内心 那个赦罪的平安 为什么马丁路德 一直活在那个 罪恶感 跟没有平安的 感觉里面 原因是什么 有几方面 第一 就是当时 天主教 给一般天主教徒 所以认识的基督 是怎么样一位基督 不是丁十字架 设绝的基督 他们不是高举十字架 他们高举什么呢 我们一看 一处圣经在 启示录十九章 十五节 好 我们来看 十九章 十五节 马丁路德说 认识的基督是谁 十五节一同来 有利剑 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裂果的 他必用铁杖 挟管他们 并要采全能者 全能神 列入的构杀 所以他所认识的基督 是口中 有利剑 审判 罪人的耶稣 是那位圣洁 公义 审判的主 所以难怪他 没有平安 因为他发现 他的行为 他的内心 没有异样 是完全的 第二 他不但 对基督的认识 是那个 口吐利剑的审判者 他也 对神的认识 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公义的神 神能够 看人的内心 所以他常常 省察着的内心 他常常觉得 好像行为不错 但是他内心的动机 内心的心态 爱神 爱人的心 或者贪爱自己的心 为了要自己得救的心 他发现 很多的自私 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败坏 所以他觉得 他不完全 他没有办法 面对神的 完全的圣洁 跟共义 所以他常常 对神的感觉 是什么 我不爱神 我恨神 为什么恨神 他恨神就好像 恨他的母亲一样 常常达不到 他母亲的 那个要求跟标准 被鞭打 神就像那个 拿鞭子的母亲一样 他没有办法 达得到 这位至高 至圣 至公义 的神的标准 所以他里面 只有对神惧怕 第四 我们提到 当时中世纪的新学派 当时的学院派 Skeleticism 这个学院派 新学派 所教导的得救官是什么 你记得吗 Fakir called in the act to do to do curch in you the best to do the best in you 你要 一生的努力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尽量配合你的良心律法 尽量的做好 你就可以接受这个胜利 进入得救的地位 然后你得救之后 你还是要努力 继续地进宰门 靠神给你的 infuse the grace 当你受洗的时候 那个圣水一洒下来的时候 不得了 原来在亚当里面的那个意 跟能力 就会进到你的里面 有一个叫 注入的义 infuse the grace 或者infuse the righteousness 你就完全恢复 亚当原来在伊甸园 没有堕落之前 那个光景 但是要注意 亚当在伊甸园 会不会堕落的 会堕落 你需要恢复了亚当 原来这种义能 但是 假如你犯罪 你会像亚当一样 这会怎么样 这会掉下来 所以天主教徒 要一生很努力地 用神的 异能 亚当 亚当原来的那个生命 努力地持守 神的律法 这是一个得救的 努力的方向 但是人还是人 亚当都会犯罪 堕落 天主教徒 会不会也有 犯罪堕落的情况 一定有 连老祖宗亚当都守不住 对不对 我是谁 万一 你也像亚当堕落 掉下来 对不起 你就是堕落了 连老亚当 神直接创造的 神 也是 要审判他的 所以你堕落 你就不得救 神就会审判 但是 还有一套方法 就是什么 Penance 记得吗 忏悔礼 包括认罪 悔改 买赦罪 修求补录 Satisfaction Absolution 宣告赦免 所以 还有一条路 Penance 就是 基本上 是个异教的思想 异教的 得救观是什么 功德 对不对 异教的思想进来了 再加上 伴波拉丘 伴波拉丘的思想进来了 人定 圣天 人的努力 进天国 Do something to do merit 功德 所以 解释当时的 经验学派 新神道学 带给 马丁路德 原来的思想 所以他怎么去 do his best 怎么去努力 虽然已经受洗了 宣领圣餐了 但是他发现 他没有办法 靠自己不断地持守 然后 也发现 进入这个残灰里里面 也没有办法 真正让他经历 那个赦罪的平安 甚至 他要 里行功德的最高峰 Pregnage 去到 去到 意大利 罗马 朝圣 然后他 要登上当时的 Santa Skeller 这个大教堂 几百个 这个阶梯 每登一个阶梯 一个step 他在那边 跪拜 然后念主导文 然后再 爬上去 又跪拜 每一个step 每一个楼梯 他就在那边 跪拜跪拜 甚至 爬到最高 面对到 这个大教堂 Santa Skeller 的时候 他的膝盖 都流血了 痛得都 不能再动了 这样的一个的苦修 这样的一个跪拜 这样一个认罪 这样一个朝圣 到最后 爬到最高的时候 他心里面 还是没有色觉的平安 特别当他 在罗马 走访 他发现 整个罗马 这个天主教 教王的 这个 教区 罗马 许多的黑暗 跟败坏 所以我上礼拜提到了 他 讲了一句话 地上 如果有地狱 恐怕 罗马就死了 整个的教庭 让他失望的不得了 没有圣洁 没有公义 完全的败坏 道德的败坏 等等 所以 你想想 马丁路德 在这那个黑暗 努力 挣扎 痛苦当中 他怎么办 这个感谢神 他有一位 很好的 mentor 所以我们 讲到这个 金钱运动 就是说 mentor 很重要 他有一位 很好的 修会 修院的 总监 叫 John Stalbert 这位老弟兄 非常有智慧 他真的爱 马丁路德 他真的爱财 看到马丁路德 这种的单纯 这种的可慕 这种的追求 结果他给他一个指点 指点他说什么 因为 John Stalbert 看到马丁路德 最大的问题 就是 常常 进到他 内心里面 这种 mystical reflection 密切派的 内心的反省 常常看到 内心的罪 内心的黑暗 内心的不完全 爱神爱人的动机 常常不对 所以他常常 现在那种 自我的 责备 自怜 走在里面 走不出来 Sir Stalbert 就建议他 你倒不如 再去读一个学位 读个博士学位 将来 来做 教导的事工 来 走出修道院 能够 面对 其他人 去帮助 其他人 用神的话 做教导 来帮助人 不要今天 好像追求 自我的 这个 成圣 要走出去 哇 这个的建议 太棒了 太棒了 马丁路德 就 发了 很短的时间 差不多前后两年的时间 就拿到他的 博士的学位 他真的是一个 很会读书的人 然后在1513年的秋天 他就开始 教学 特别 到了1515年 春天 他开始 叫罗马树 哇 他 看原文的圣经 然后在当时 的 这个 修道院的高楼上面 这个 塔尔 在那边 贝克 他 预备讲 罗马书 第一章 然后他在看 原文的圣经 特别 罗马书的第一章 是七节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读到节节圣经 预备节节圣经 好 我们一路来读 因为 神的义 正在这 福音上 显明出来 这义是 本于信 于止于信 如经上所记 一人必因信 得生 你知道 马丁路德 当时 他是怎么样 理解节节经文的 第一 什么是神的义 这个是 他所理解 是 God's righteousness 神的义性 神的公义 神的俗性 神的公义 圣经 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 你要告诉别人 明明中有一位神 祂是公义圣经 祂是审判的主 祂是报应的主 若是不报 时候未到 所以你要知道 有神的审判 有神的公义 不要随便做坏事 你要信 有公义 神 有审判 有报应 最大的报应 占了一下地狱 这个是什么 福音 你看到吗 当时中世纪的福音 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福音 完全不一样 你发现 在二十世纪初 也有所谓解放神学的福音 解放神学的福音 是什么 你要相信 你是有能力 可以起来 反对 拨说你的人 可以得到自由 你可以起来的 得到自由的 这叫什么 福音 这叫 Liberation Theology的福音 当时天主教 所说明的福音 是这个 其实这个福音 就是一般的什么 异教的思想 一般的宗教 一般的religion 就是讲这个功德 就是讲报应 佛教也是讲报应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若是不报 死后未到 都是讲这个东西 所以当时 法定路德的思想 就是信神的公义审判 我要 伤心有这个事情 所以我要小心 我的行为 思想 意念 但是马丁路德 能不能做得到 做不到 所以他甚至说 我恨这些圣经 我恨这个福音 因为我做不到 我没有办法能够 要满足神的公义 满足神的义 God's righteousness 但是太奇妙了 当他在这个高楼上面 安静在神的面前 他看原文圣经 一个一个原文去查考 结果他发现 这个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在希腊文的 Of God The Wu 这个字 The Wu 我们知道 Theos 是神的 这个主格 所有格是The Wu 我们很快 九月份就学希腊文了 当中很多同学 学了希腊文就知道 他都发现 这个of God 这个希腊文的 所有格 Genitive Case 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 其实最少有两个的用法 一个用法是表达 Genitive of Belonging Or Genitive of Possession 所有格的拥有 含义 就是 The righteousness belonging to God 神所拥有的公义 俗性 这是他原来的 看见 但是 在希腊文里面 这个Genitive Case 所有格 有另外 一个文法上的解释 就是 Genitive of Source 源头 是 从神来的意 可以翻译成 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从神而来 所预备的意 哇 当然从这个角度 重新来看 这个 righteousness of God 当然再读下去 第1章 第3章 它整个豁然开朗 原来 神的意 不是讲到 神本身的公义 俗性 来自 天父 他 预备了 一个意 要归在我们的身上 来自 耶稣基督的意 归给我们 所以当他读到 后面 第3章的时候 他就整个都开朗了 我们一同来看 第3章 22节 哇 他读到 后面 他就整个懂了 他就超越了 当时天主教的 这个 新神道学的 这种的捆绑 他回到圣经 我们来看 22节 就是 好 我们先读 21节 跟22就更清楚了 但如今神的意 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意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伤心的人 并没有分别 哇 他都了解到 原来这个神的意 是指到在律法之外 不是神的意 要求我们守律法 达到神意的一个标准 这个神的意 从神来的意 乃是什么 因信耶稣基督 会什么 加给我们 从神来的意 会披在我们的身上 加在我们的身上 是耶稣基督的意 算在你的身上 加在你的身上 哇 他整个豁然开朗 原来这里讲到这个福音 不是讲到神公义的属性 没有敬畏神 来自知道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意的源头 不是在律法里面 也不是在你里面 来自在哪里 在基督的里面 神要把基督的意 他的救赎赦罪恩典 归到我们的身上 哇 他这个看见 他真的是 从高楼 差不多高近 他要跳下来 兴奋得不得了 他本来恨姐姐圣经 结果到最后 他酸告 我爱上姐姐圣经 我爱上福音 不是我自己的意 来自基督的意 It becomes the gate to paradise 他发现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是他通往天堂的一节圣经 他真正认识了 什么叫福音 什么是叫本于信 止于信 完全不在乎人的努力 功德 守律法 完全是 这个信心 去接受 耶稣基督的 救赎 耶稣基督的意袍 配在我的身上 所以 他在 1515年 他已经看到这个救赎的真理了 但是他还是等候了什么 两年多 到1517年 他才 真是忍无可忍 他才把这个95条提出来 不是透过赦罪卷 透过律法的行为 来得救 乃是借着 这个基督的意 规算的意 完全不在乎人的公义努力 完全是因信而得救 那解释 马丁路德 他的一个生命的经历 还有真理的一个开启 那么 他怎么样 实际的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的 看见 能够推广 所以 提到 他在1517年 10月31号 万圣节的时候 他就去到当时 很多人来 朝拜 朝圣的 Castle Church 包括我们 有机会去到德国 去看看这个Castle Church 因为这是 整个新教 基督教的一个源头的地方 他就把这个95条 都贴在 这个教堂的门口 那么 既然 既然一份小小的海报贴上去 为什么 会震撼了整个的欧洲 我们要感谢这些 humanists 这些人道主义的 包括 Erasmus 他们就把这个95条 用当时的印刷术 在短短两个礼拜里面 就印刷传遍了整个德国 在四个礼拜 就传遍了整个的西欧 把它印出来 所以看到文字 传媒的重要 然后一般的信徒 也用口传着95条 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 结果呢 一般的老百姓 就开始对 这个买赦罪券 是否能够赦罪 就开始什么 动摇了 所以就直接影响到 天主教赦罪券的收入 这个是大事了 结果天主教 开始 有一位的monk 叫Mazzani 他的写书 攻击马丁路德 另外一位 John Eck 也写了一篇的论文 攻击马丁路德 是异端 然后马丁路德 也写了一本小册子 来辩论 那么特别 这件事情的扩大 是在1519年7月4号到5号 这个天主教的代表 John Eck 跟路德就在 Lisbe这个地方 做一个大的辩论 然后这个辩论的内容 也变成文字 就更推广到整个的欧洲 然后这样的一个辩论 就引起了当时 德国的王子 特别是其中一位 Federich 就认识马丁路德 而且看到他的文字内容 就支持他 保护他 然后 教王忍无可忍了 到1520年6月15号 教王Neil the Ten 就下了命令 开除马丁路德的会期 然后马丁路德 马上也写了三本书 来回应 这个天主教对他的攻击 这三本书 我们很简单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 第一本书 就是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Germany 是特别是写给当时 德国的贵族跟王子的 让他们看到 当时天主教 有三面的错误 三面的墙 要被摧毁 第一个错误 教王的权柄 不应该高过 君王跟王子 其实王子听得很过瘾 第二 不应该高过圣卿 第三 不应该只有教王 有权柄 召开跟竹林 信仰的大公会 或者会议 然后第二本书 Babylonia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直到当时的天主教 已经堕落了 被掳了 是被掳到巴比伦 堕落的教会 然后就指出 当时天主教 种种的错误 这些圣里的错误 忏悔里的错误 还有祭司中宝的错误 等等 第三 本书 The Liberty of Christian Man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自由 讲到他 得救的自由 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不是靠人的功德 Not by work 来自拜什么 word 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 还有基督的实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